焦点转到以巴冲突 加沙卫生部指控以色列在过去的24小时的轰炸 杀死了266名巴人 将近一半死者都是儿童 而以巴交战两个星期之后 有四成的死者都是儿童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再一次收到了以致的警告 要求还在加沙北部的巴人立刻撤离到南部 如果还留在北部就会被视为恐怖组织的同路人 加沙地带的居民透露 从昨天开始就收到了印有以致名称和标志的传单 以及电话音频 清楚说明这是给加沙民众的紧急警告 如果还留在加沙的北部 等于是把自己的性命置于危险之中 以致随后发声明表示 不会把留在北部的人当作恐怖组织的成员 但也不想攻击百姓 所以才会要求民众尽快撤离 不过巴人表示撤离的风险也很大 因为乙军也会轰炸南部 保证他们失去不少亲属 保证他们在耳朵下的雨里 去除离田 要命吻到尽快 要命吧 在外面的沙脸上